大家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秘分财富晚报 今天是2022年4月29日,我是经营主播Zoe 国财商PBH季度营业额增长54%,领涨11% 国财商PBH周五公布了二财年第三季度的业绩报告 报告期内,公司营业额增长了54% 达到14亿澳元,其中澳大利亚的营业额增长37%,达5.8亿澳元 美国营业额增长70%,达8.2亿澳元 今日该股领涨11%至3澳元 澳股收涨1% ASX200指数周五收涨1%至7435点 所有11个板块均上涨 科技股上涨2.2% 通信服务和非必需消费品股分别上涨2%和1.5% 主要银行得到提振 CBA收涨0.6% ANZ收涨0.5% Westpac收涨1% 矿业方面,币和币拓和利拓持平 来看澳股今日表现 涨幅榜前五名分别是 博彩商PBED上涨11% 液矿商NIC上涨7% 天买后付商ZIP上涨7% 又生产商PDN上涨6.5% 支付平台TYR上涨6.3% 涨幅榜前五名分别是 零售资产商URW下跌4% 披萨店DOMINO下跌4% 医疗商RMD下跌4% 医疗商PME下跌2.8% 矿业勘探商SFR下跌1.9% 避险情绪提振黄金股 黄金股周五上涨1.3% 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再度引发避险金属价格走高 现货黄金上涨0.5% 至每盎司19004.4美元 本月迄今下跌1.7% 澳大利亚最大的金矿公司 NCM上涨0.4%至26.8澳元 SBM上涨2% GOR上涨1.3% EVN上涨0.7% NST上涨0.7% 软件商NTO收入大增 暴涨20% 软件公司NTO周五发布公告称 其在三月季度现金收入达到 1700万澳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2% NITRO的年度经常性收入 同比增长61% 公司预计运营支出将低于此前预期 今日该股受涨20% 来看市场快讯 瑞银上调FMG目标价 瑞银已将FMG的目标价上调 9.3%至18.7澳元 但重申对该股的中性评级 今日该股受涨0.5% 零售商COVID 利润下降大跌14% 由于供应链中断 以及高昂的运输和货运成本 三月份季度整个市场的电子商务 普遍放缓 COVID总销售额下降3.8%至2.6澳元 周五收跌14% 医疗设备商MASMED 利润率下降 公司季度收入同比增长12% 达到12亿澳元 但利润率有所下降 每股收益为1.32美元 比市场普遍预期低约10% 澳股今日收跌4% 来看澳股其他公司 今日财报 金矿商OGC 公布创纪录的 2.86亿澳元季度收入 其黄金产量 在该季度增长了四分之一 达到4,035澳元 能源商ORG 公布季度APLNG收入 较去年12季月季度 增长15% 达到25.8亿澳元 天然气价格上涨 推动其销售额 管道商RWC 公布收益下降 营业利润下降 4%至1.9亿澳元 本财年整个业务的 平均价格涨幅 达到10% 原因是试图遏制 原材料成本的急剧上涨 最后是今日仙股一动 能源商HCD 今日收涨58% 收予0.03澳元 开公司市值为 1761万澳元 以上是今日的信息来源 密分财富 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加以长青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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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